我被大车撞了 这是现场 很严重 这个十几十五可能是睡着了 也不知道怎么 我走的边边 他直接撞我车 然后撞到路沟里了 哇 起床了天气不错 高壁滩旁边 这边还是挺热的 白天明显能感觉得出来 30度 收拾帐篷出发了 今天出发俄基纳齐 差不多160多公里吧 从这里这个村子出去以后 160公里 只有一个东风镇 能进得去的话就能补给 要是说有发射任务的话 可能就进不去 就是160公里补给不了 我那个水的话 还有一瓶多一点 那大瓶的 我再去找个地方把水补齐 以防万一 先收东西 准备出发了 还是这些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哇 这边这么多柴火 我得把今天的柴火背一天的就行 路上要有的话就捡 我估计应该是没有柴火了 过了这里 接下来速度可能是比较快一些 要是中途补给不了的话 我就直接到俄西纳齐了 差不多一天将近在80公里吧 反正速度肯定要挺快了 因为隔壁摊上没法待 太热 遮太阳的地方都没有 更不要说补给了 我车上只带了两天的补给 带一天采货就行了 还有7块半瓶差不多 全部带采货的话也没地方装 anta风 爬 全然 很爽 不能 那 什么 那 吴 他 贬咬 什么 什么 我 我 这一袋子的话烧一天没什么问题 省点点的话 路上再有减一点的话 烧两天 昨天从国道下来了 走了有一公里多 返回国道 看看要不要去三公里处 慢慢去可以补水 吃饭 不去的话就直接出发了 吃完这些东西差不多 这边有吃饭的 我在这里吃点饭 我就怕水不够 在这个饭店里补点水 因为天气太热了 我这个水还剩这么一点了 这个也不满 我怕路上喝的太多 补不上水那就坏劲了 你又回火热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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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你 我闭嘴一下 我闭嘴一下 我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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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接多少接多少 我闭嘴 把它全部接吗 我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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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也有 就是水的问题这会解决了 今天全程75公里 今天不知道能到不能到 走走看吧 要是到不了就露营戈壁滩 我被打车撞了 这是现场 很严重 这个十几十五可能是睡着了 也不知道怎么 我跟我走的边边 他直接撞我车 把我撞到路沟里了 先等着处理交通事故吧 大车先把我撞了 然后又把 对方车撞了 我倒是没有什么事 等会等 那个车子来了以后 再说 好 还有个自行车呢 现在就等交警还有医院的车过来了 这个车先把我撞了 然后撞了这个大车 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没有什么事 有些头疼 可能是轻微脑震浪 他要不然就去进他医院 然后留院观察 要不然就 没什么事 这边的话 医院是军区医院 不能留宿 所以说没办法 腿这边的话 肌肉有些拉伤 还有这边膝盖 有些损伤 其他的没有什么 幸亏是车子 减震了一下 我后面带的东西都 搭车撞了我以后 前保险杠 都撞掉了 然后 他错车 又对向车道 然后撞他车骨骂了 把车子扶起来 看看哪里 损伤了 哎呀 这个腿好疼 肌肉全部撞上了 幸亏这个 后脱包缓冲了一下 直接都撕裂了 整个后脱包废了 要不是这个后脱包加这个脱包直接撞我人的话 我估计 这条腿也就废了 这个膝盖还有些疼 这里 肿起来了 我把车子扶起来 车子应该没什么太大事 就是后脱包缓冲了 这带的什么全断了 脱包直接撞开了 带着水还能喝吗 可以喝 可以喝啊 多喝啊 没有 啊 没有 这多钱买的自己 这个车子五千块钱 哦 这个那个 哦 上面这个 现在那个背包也全不太大了 要是直接撞我人的话我不见 再去撞废了 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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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要重新换了 换也得卸下来 这 卸好卸 好卸 你现在最起码能推着走啊 对 这件事你得带这么多 去住医院的那儿 顺便都拉过去 我怕怎么弄吧 那不行你卸下来 这都不好推 这么多东西 再重新绑一下 我一天都买了个车 给我儿子买了 看这也好美 这个包写的包 我怕两个的干 给你买个好丝 买个好丝 快了快了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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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架直接装好了 装坏了 现在是脱不了东西了 还有钱泥瓦装碎了 这个护包直接撕裂了 这个带子全部断了 幸亏 这个包缓冲了一下 要不然可能就 那个包缓冲了 对那个包还有这个 这个也紧 也是 也值了你一下 对 要不然 可能现在我估计在医院里了 这也得轻易 真的 装备重新置办就行了 这些都好弄 我那有扳手 扳手不行 不行 可以 可以是暂时抢一下 可以暂时抢一下 嗯 但后架可能要换了 换是肯定的 我可能要需要大修 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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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太阳快下山了 在这里等了一下午 这个交警已经处理完了 就等把这两个车拖走了 我的这个车子 应该是后脱包也什么坏了 到时候再看吧 到时候再看吧 实际下站了就要睡觉吧 实际下站了就要睡觉吧 今天你们要在这里吗 今天你们要在这里吗 不走了 要 要 要在这里走 嗯 那我们的位置就比 在病病 你应该是说了 这两个车 就比两个车轻 挺好的 不压一下吧 知道知道睡觉了 这个车子 我看 除非大修 基本上 所以是拨费了 车把直接变形了 直接就摔弯了 变形了 减震已经废了 都已经开盖了 现在减震是废了 本身这个是闭合的 现在是减震没有用了 应该就是这个把走动 然后把减震也碎坏了 还有后车架也坏了 包括后轮胎 现在这些轮锅变形了 磨到这个蹭脚了 可能整套后面需要换 包括车架 可能就这个车架 不知道还变形没变形 现在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还有包包什么的 这些全部都已经坏了 包括运动相机也磨坏了 这些也废了 相机也磨坏了 屏幕全部都磕碎了 还有这边全部都已经磕花了 磕碎了 变速器也坏了 全部都坏掉了 这边的还好 晚上的10点钟 车子起不了 车好像是变形挺严重的 在这边要等一下 等拖车来了以后 把我车拖到金塔了 金塔县 可能要回现场了 这个东西这么多 我也没法带 就只能等拖车了 然后我去医院 住一晚 然后休息休息 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症状 就这个车脚撞到我 这个塑料都直接装飞了 拖车来了 给你拖车去县城 等一下把车装上去 我把车大概打拨了一下 也起不了 等会到县城再说吧 也算是九死一生 劫后放生 跟着这边救援师傅 到他们的车 然后回金塔县 这晚上5点19分 来到了这个金塔的天儿 在车上 等一下把自营车卸下来 在这个大车上 整车把自营车 弄下来就行了 这个车子问题太大了 这后面应该是变形了 一直在灯灯的磨 然后车把也变形了 这个今天晚上都搞不了了 等明天白天的时候 要把车子好好弄一下 还有三公里到县城里面 然后等天亮再去吧 打算在这边先打个帐篷 过一夜再说 先等它天亮 等个三两个小时有天亮 这边有个小路边 一边空地 在这打帐篷先睡一觉吧 等明天早上天亮起来以后 再进县城 然后要好好修整一下 马上六点钟了 帐篷打好了 就打在这个路边 这是个断头路 这边没有路 应该是 哎呀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 就找了这么个位置吧 还是个土路 现在是浑身肌肉都痛 先睡觉了 睡醒再说吧 要去医院检查一下